我們今天來評論 罷免王浩宇的這件事 因為他就是一個到處造謠 栽贓 胡亂說話的人嘛 所以我們就不懈評論這樣的人 反正就是該罷免就罷免掉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要去罷免他呢 除了他個人很討人厭以外 還包含幾個緣故 第一個 他確實樹敵太多 而且是到處放炮 所以為什麼連民進黨都不挺他 因為他連民進黨的人都罵 因為早期呢 他在加入民進黨之前 都說民進黨都是敗類 然後後來他就自己加入這個敗類的政黨 那麼他造謠時代力量的黨工有販毒 但後來完全也沒有這回事情 那當時他是講說 如果沒有這件事情的話 他就什麼退出政壇啦 所以現在就是該讓他兌現承諾的時候 就趕快讓他退出政壇吧 那更不用說當初他打韓國瑜 這是最惡劣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就算有些綠的 他不喜歡韓國瑜 比如說不喜歡韓國瑜的講話啦 不喜歡韓國瑜的政績啦 這些都可以接受 因為這個都是在評論政治這件事情 對 王浩宇當時對韓國瑜的攻擊是什麼呢 因為當時是有些不良人士 惡劣的人士去造謠說 韓國瑜有私生子 然後王浩宇就在他的演出 自己PO了一張小朋友的圖 就說嘿嘿 什麼 他就PO了一張小孩子的圖 然後幹嘛呢 他就是讓大家誤導以為說 哎呀 我們的韓市長真的有個私生子 所以這種行徑之可惡跟惡劣 我都覺得他跟萊克多巴恩的豬肉 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所以這個大家對他的憤怒可想而知 再來呢就是憑空的對 包含柯文哲市長啦 然後以及對於這其他的這個政黨 都是各種不實的言論以及批評 更不用說在最近最新的一段時間 萊克多巴恩的事情上 然後呢又侮辱了原住民族的朋友 把萊克多巴恩講成是賽德克巴萊 然後基本上這些所有的事情 他都沒有道歉 那麼呢就麻煩大家 告訴更多你的親朋好友 尤其住在他選區的好朋友 共同加入多數人的隊伍 加入到我們的行列 共同島嶼天光 還桃園呢更加清明跟乾淨的政治空間 而且這一槍呢 不准中天新聞維持營運 中天新聞近400位的員工 感恩在心 而YouTube中天電視 會員功能即將上線 相關的資訊 更進步的內容 敬請關注中天新聞直播 中天新聞臉書 以及快點TV 臉書粉專